女性的心理角色的定位一直是社會的影響 我們說以前的社會我們就把它互化在 比如說我們以前的封建社會 可能女性都不能出去去見外面的客人 只能跟家裡的偷人 跟家裡自己的丈夫跟孩子交流 所以你會發現她到外面去表現她很羞澀 她很不自然 那現在其實我覺得尤其是中國 其實中國越來越開放很多國外的人也到中國來 中國的女性 尤其是年輕女性得到更多去海外 在國內都有很高的教育機會 然後其實中國我覺得在婦女地位提高上 其實真的是走在國際的先列 那女孩 很小的女孩也有可能到國外去接受教育 而且她接受教育其實她的教育程跟男孩是一樣的 那正是因為社會看你的眼光變了 所以她自己覺得我的擔當也應該是第二次 那這不僅僅是你來實現的 因為我們社會要求她 看她的眼光是不一樣的 不像封建社會 你這個在家裡待著 把自己的孩子扶養起來 就被納住了 就都得納住了 但現在不是 所以女性不看社會要求都變了 自己不要求她也變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現在很多女性不僅說是要有一個好工作 那她可能會 more ambitious 就是 start-up company 然後呢 或者說我在政府當中 我來領導一個部門 我來領導我的省下 包括 including men 然後呢 我們說 女性同時呢 她其實她還沒有發起她女性的很多生活和自己不斷改善的這個方面 我們會發現很多優秀的女性 她真的她平時她可能會做去 依然會去美 依然會去健身 把自己保證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會感覺女性她在high level的時候 她的狀態依然比男性要好 這是我從心裡裡認可的 因為我覺得男性我的時候才到了一種引導的這個 她的目標很明確 我就是要把我這個business做好 所以我說其他的地方 很多身體狀況 家庭比如不堅固 那女性她會考慮到 就是說女性她會把自己她很balance 她就是說 我不會說特別的事業上那麼的行 但是我把家庭就放棄了 她會在想 我的孩子教育 所以我屬於要一方面balance一下 我要做好 要培好這些 然後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自己的狀況 自己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女性在很多方面 她也是男性的一個model 我覺得男性在很多方面其實有需要反思 所以當時 их身體狀況也柔絕現一點 所以我每我 great膽量 と和制度這個東西